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拒捕执行法院判决裁定 被检方提起公诉 婚庆嫁娶原本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在贵西市有这么两个家庭 因为婚姻那些事速度对簿公堂 女方因此竟要承担刑事责任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实上这场官司 已经是李清一家三口 第三次站在法庭之上 这件事要追溯到2018年的8月 当时他们是因为民事案件 被一名叫汪华的男子告上了法庭 还是因为财力的原因 原来早在2018年年初 汪华经没人介绍 与贵西市的女青年李清相识 并且很快就确定了男女关系 两家人在谈婚论嫁时 谈到了彩礼问题 汪华出于当地习俗 答应了女方的要求 高价彩礼 它数额还是比较高的 它虽然诉讼的时候是42.5万 但是它实际上花费是远远不止的 为了能顺利结婚 汪华先后花费近百万元的费用 但是男方家庭并未因此 与女方发生矛盾 俩人生活在一起之后 便一同前往外地打工 随未领取结婚证 但是一直处于同居状态 彩礼同意了 给给付了 那么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其实可以说就是毫无感情基础 这段毫无感情基础 同时又没有法律约束的婚姻 在两个人生活了短短几个月之后 便出现了变数 李清以感情不合为由 独自返回了娘家 自此便再也不愿意回到汪华身边 因为18年2月份 两个人在一起 2月9号 到5月22号 两个人是分手 这是正式的讲分手 两人在提出分手之后 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原来他们之间关系的维系 靠的是那高达几十万元的彩礼 以及结婚花费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双方关系破裂 这让南方的家庭感到非常愤怒 说到这个我们第一个 首先想到的是调解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在双方争吵无果之后 汪华一直诉状将李清及其父母告上法庭 要求女方返还其彩礼钱 及相关的花费 法院方面原本想利用调解的方式 解决双方矛盾 可是始终无法让双方达成一致 那么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婚姻 彩礼钱 女方究竟该不该还呢 经过几次调解 法院认为 双方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2018年8月 桂西市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此案 原告认为 女方应该返还彩礼 及所有结婚花费 我这个钱你得还我 就这样真的就分 女的肯定也不肯 根据法院调查 双方虽有举办婚礼 但是一直都没有到民政局结婚登记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 两人并未形成婚姻关系 既然如此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女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返还男方所赠彩礼 就是没有领证 领证的话就不存在彩礼返还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起发解释 法院认为 男方给予女方的40多万彩礼 其目的是为了与对方结婚 并且共同生活 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而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 对男方的诉求 法院予以支持 但需要做适当考量 在一起之后 她这个女方 其实当时也怀孕了 怀孕了 但她没药 她就瞒着男方去把那个胎给打掉了 男方认为 虽然双方曾经共同生活 而且女方也因此怀孕 但是对方擅自做出了打胎的决定 是有过错的 而女方则认为 既然已经怀过男方的孩子 彩礼等费用就不应当退回 因为他们是在一起 没结婚 没有办理结婚的去 那彩礼肯定是要返还的 就是返还的数额问题 法院方面认为 男方主张的彩礼 以及结婚产生费用 只对彩礼这一块予以支持 40多万元的彩礼 双方在同居三个月 而且女方出现怀孕的情况下 应当适当减少返还数额 我们的实践的判例的话 不超过半年的 一般是返还70%左右 70%上下 就不会低于这个50% 第二个她怀孕了 流产了 这又是一个重大情节 我们就是 这个比例要适当地再降一下 法院方面考虑到 女方权益的问题 最终裁定 女方返还男方彩礼18万元 一审判决下来之后 女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应谈是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维持原判 女方需返还一审裁定的 彩礼费用 原告的话 谈门上说非常满意 但是也接受 被告是肯定不满意的 一段婚姻 最终却对不公堂 原本的民事纠纷 却演变为刑事案件 女方背叛刑法 背负刑法的女友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中医传承 匠心优远 高真糖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欲病防病 以病防措 欲后防复 以人易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一经常 良医好药方先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糖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法治辽宁 大家起努力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在法院判决下来后 南方表示 服从法院判决 但是女方反应非常激烈 且拒绝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一度让事态难以收场 那么南方能否获得自己 应得的彩礼退款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查询 被执行人的财产 银行存款 工商登记信息 不动产或者房产信息 在二审判决下来之后 女方一直没有主动 执行法院判决 原告方的返还财礼款项 一时间成为了一纸空文 法院执行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 对方仍旧顽固不明 执行人员发现 女方一家三口的名下 只剩下了不足万元的资产 法院将这笔钱 先行移交给了原告南方 但是这对于18万元的执行款来说 只是冰山一角 输送过程都是来了 那时候没有说 因为从二审结束以后 我们就再没有 没有结束被执行人了 名下没有财产 三名被执行人 对法院工作人员也是避而不见 这让这起民事案件的执行工作 变得异常困难 法院一方面将几名被告人 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另一方面积极调查对方 是否存在转移财产的情况 他要申报财产 他没有案的规定申报财产 法院进行处理之后 仍然不履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南方迟迟没有见到执行款 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动 法院方面对此高度重视 认为必须要采取手段 避免因为目前状况 导致南方做出过激行为 以前我们在自邦的辖区里 都有两个就是民事准行事的 他就是说因什么原因呢 就是也是因为这种彩礼 南方没想通 女方也不肯和她共同生活 曾经贵妻事发生过几起 因为彩礼纠纷导致南方 行凶杀人的民转型恶行事件 几十万元钱对于汪华的家庭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 接下来的事态或许难以预料 南方有时候确实是借债 或者是借债都是取这种定例婚约的 在数次执行无果之后 法院方面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帮助原告方追回迟迟未能到位的执行款 2019年贵西市公安局 对李清等三人拒捕执行法院 判决裁定立案调查 这一回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地呢 财礼聚分的话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基层法院的民生 案件里面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我们贵西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老百姓这个观念还有 就是根据这个习俗给付财礼 纠纷越多 也会给社会造成越多的 不安定因素 如果对三名被告人 不给予足够的惩戒 将会有更多的人 去挑战法律的权威 公安经过审查 认为他这个符合立案标准 所以以这个涉嫌案 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立案 同时呢就是在这个 向这个网上也通缉 在警方将三人刑事立案 并列为网上逃犯之后 三名被告人迫于巨大的压力 被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20年3月21日 贵西市人民检察院 向法院提起公诉 对三人涉嫌拒职罪一案 开庭审理 对人物法院的临时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和继续执行 检方认为经过警方查识 三名被告人 是有能力执行法院判决的 在收到执行通知之后 由主官恶意转移财产 躲避法院判决的行为 对检方的指控 法院方面做出认定 认定就是说 应当于据捕执行 判决裁定罪就去刑事了 在法庭上 公诉人认为 三名被告人 因为构成刑事犯罪 应当对三人处以相应的刑事处罚 我们这个案子后来 考虑到这个 就是第一个 他把执行款全部交起 并且法院还对他进行了处罚 在开庭之前 李清的父母主动前往法院执行局 交清了执行款 法院认为 被告人有主动自首的情节 在量刑方面 可以给予从轻考量 主要起到告诫警示的作用 在后面也充分地知道这一点 表示人在愿意认罪认罚 被告人 犯据过执行判决裁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个月 3月21日 桂西市人民法院当庭做出判决 三名被告人拒职罪成立 因考虑到三人为一家三口 不分主从犯 均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三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 影响肯定是有的 毕竟这是个刑事案件 比如说你个人的诚信方面 诚信方面都有受到影响 因为这是个刑事案件 虽然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法院对三名被告人 采取了缓刑的处罚 但是依旧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 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产生这样的后果 都是他们自己酿成的苦果 一旦在重新 有着重新的犯罪行为 都有可能撤下缓刑的 原本这是一个民事纠纷 却最终让女方一家三口 受到了刑事处罚 也许有人会觉得 后果是否过于严重 但是如果不杀住这股耍赖 拒不执行法律判决的风气 再小的纠纷 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所以我们就这个执行力度 也在要求能够加大 彩礼引发纠纷的问题 近年来频频发生 各地政府也在不断地倡议 让彩礼回归理性 让她不要再成为 婚姻纠纷的导火索 彩礼作为中国结婚礼仪中的 一部分已经存在千年 原本彩礼只寓意婚礼的喜庆 可如今彩礼被赋予了 越来越多物质含义 早已开始脱离她的本意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 如果只看着物质交换 注定会埋起